那到底為什麼要厭屋呢 我們打個比喻 我們在生活當中所有東西 你去買的時候大家都會做檢查 更何況你花了幾百萬幾千萬 去買一間房子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說 隨隨便便進去看看 覺得很漂亮然後就交屋了呢 如果這樣交屋 將來很容易可能就發生很多後遺症 漏水啊 或者是有很多管線塗塞啊 會有這些問題 甚至會有些問題 會牽扯到生命安全 還有另外一種東西很重要 就是當你在交屋的時候 你必須要點交的一些東西 對 這東西叫做行政的一個厭屋的動作 不只是去房子看 沒錯 我剛好今天把道具帶了出來 哇 好用心 就是正常你買新房子 我先講好喔 中古屋沒有 新房子沒有 它會給你一個這東西叫做交屋包 那裡面會有哪些項目呢 首先呢 它會有你的房屋權狀 那再來呢 它會給你一個就是所有的稅費的一些 一些金額的收據 那再來呢 它會給你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你一定要留好的 叫做房屋保固書 那保固的部分 每家建設公司不太一樣 那反正呢 主結構的部分15年 一般的建材設備的部分 大概維持在一年左右的保固時間 它都是有的 簡單來講 當你有這個保固書 你就可以跟你的建設公司 去申請所謂的保固 未來我有一些狀況 可以用修閃方式做處理 那再來就是包含它有一些 它的一些你用的材料的一些證明的文件 那以及呢 最重要就是你整間房子的鑰匙就在這邊 對 所以這個就是到時候交屋的時候 會去查驗的一些東西 那在燕屋的這可能兩到三個小時之內啊 我們的重點是什麼呢 那像中古的話 我們可能比較著重是在 它的一些隱蔽部分 像天花板上面啊 或者它的管線有沒有堵塞 或者是已經使用年限過久 是不是要重新抽換 還有一些老房子 它在蓋的時候 它可能沒有那麼注意一些細節 所以它一些回路可能負載都過重啊 你使用的時候可能會有走火的風險 像這些隱蔽部分 那甚至還有一些就是像 三層樓四層樓那種小 那種矮的那種老建築 它常常會發生一個就是有傾斜的問題 甚至會變成就是到微樓的程度 那麼新房子的話 一般來講是分成所謂的預售屋 還有新城屋 就是完全沒有住過人的 那這樣新房子的話 簡單講 因為裡面全新 所以你大概所有看到的東西 天地牆裡面所有的這些設備管線 磁磚 牆面 天花板 這些你全部都可以去做檢測 還有花花特別像它會不會漏水啊 還有天花板上面的一些管路 這些都是我們要檢測的重點 但是我大概釐清一下 就是說因為新的它會比較簡單 因為整個都看得到 所以新房子的部分 我們就針對現有看到的東西 一樣樣做檢測是沒問題 可是中古會很麻煩啊 它有的裝潢做完了 或是有一些就是我沒辦法知道的地方 對 我們去買中古屋的時候 就是會擔心有很多東西是非常藏起來的 那事實上有些賣方為了房子比較好銷售 可能也會做一些動作 特別是像我們常去看這些中古屋的時候 怎麼煙霧的時候 房子遊戲就全部重新刷過了 事實上都是為了你要來煙霧才刷 要把一些壁癌啊 然後漏水氧機把它刷掉這樣 天花板上面啊 或者一些櫃子啊 後面 這些可以搬洞 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到盡量去檢查 我有碰過 那個廚房跟廁所沒有檢修桶的 可能把你封滿滿 就怕你看它對不對 是 如果遇到一些隱蔽部分的話 坦白講就是還是必須要用一些技巧 比如說現在房子 像浴室大部分會用砍燈 你可以把砍燈拉下來 那就會出現一個洞 然後呢 你就拿手機 你把手電筒先放上去 然後拿手機伸進去 繞一圈慢慢看 其實就可以看到上面的一些端倪 這樣講很簡單 我覺得這手機拉上去 然後錄個影轉個一圈 拉下來 清清楚楚 手邊可以有的東西 就可以去做業務了 可以商用手機 一開錄影 升到外面 升到就很多隱蔽部分 你都可以看到